大家好,我是薇薇,欢迎大家来到缤分娱乐秀 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 缤分娱乐现在开秀 我的答案是因为它很真实 我必须要强调一下 深深不是一个流量明星 她是一个歌手 虽然现在深深的热度可以和流量们比了 但是现在她的红是靠自己的实力和经验的积累而一步步出圈的 娱乐圈从来不缺有天赋或者唱歌好听的人 你可以因为任何一个歌手唱出动听的歌声而产生好感 或者对这个作品印象深刻 对于一个歌手而言 这是她的价值所在 在这一点上 深深作为一个业务能力极强 并且极具个人特色的歌手而言 她的很多作品都非常打动人 所以深深的观众缘极佳 这就是喜欢一个歌手了简直始于作品 你就算只关注她的作品 也会喜欢到痴迷上头 早期的深深就是靠的作品圈粉 所以喜欢周深的人 远远比微博上她的粉丝数量很喜欢深深 远远比微博上她的粉丝数量还要多得多 比如我不混饭圈的朋友 我爸妈都很喜欢深深 但我今天想说的是她的真实 她的真实体现在你能在很多地方 发现她是一个拥有着 有趣灵魂的和你没有什么距离感的普通人 因为她的真实总是能让人在她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 例如她的成长经历 深深在素人时期因为自己的嗓音 身高等条件被大家嘲笑 求学时期在异国他乡的苦苦挣扎 参加好声音出道以后也并非一帆风顺 这些经历是不是可以让你在某一段中仿佛看到自己 可能是过去也可能是现在的时候吧 你的不自信 你的孤独 你的每一个艰难的选择 你遭受过的伤害 你的与众不同 你渴望被接纳 你在现实世界的挣扎沉浮 所有的这些是否也曾让你灰心沮丧 也让你关上过自己内心的大门 你不是不想要有人给予你理解支持 只是你把自己困在安全区太久了 踏出这一步的过程开始变得极其漫长 深深说着万年替补本补说实话 当初我在自己某一段压力比较大的时候 考古生辱人心时看到这一幕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流下了眼泪 一边说着万年替补本补这样丧气话 一边强称着笑容的那个深深 因为不想拖累别人而选择独唱 在独唱的候选房间内一边孤独的坐着 一边不安的搅着手指的深深 在采访中打着精神笑着说 明天也是要加油的一天的深深 所有的这些都很戳我 成长就是一追再追 他和我们都是一样的 虽然现在的深深终于火了 现在是他作为一个歌手盛放的时期 但是在我心底会一直记住他以前的模样 那是最打动我的地方 人都是会慕强的 也许你会说那时候的他并不强大 我却觉得那只是表面上的 因为他在不红的时候 依旧保持着心底的追求 那种力量你怎么可以说 他不是坚强而强大的呢 每一个人都有一颗自己的星球 在独自旋转着 说在自己的星球虽然很安全 却也日复一日的渴望和其他星球的相遇 有一天意外发现了一颗 叫做C929的星球 星球上有一个小王子 他手里拿着一只玫瑰正向你微笑 心里有创伤的人 真的抗拒不了像深深这样的存在 他的歌声还有他的笑容中 都有安慰人心的力量 在很多生米星中 他就是我们的小太阳 而在我心里 他就是夏日一样的存在啊 深深是一个极其温柔的人 他接纳自己的与众不同 也试着告诉别人自己的不同 他慢慢的成长起来 不断的和这个世界和解 他也不止一次的告诉粉丝们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相信我 所以我也是 如此真实的相信着 我应该是在我们的歌识 彻底入坑的 曾经很多次和我的一个朋友讨论过 为什么这么喜欢深深 最后我俩的结论就是 他带给人的感觉是真实的 他给人成讯出来的 不是那种被包装好精心设定的人设 而是他原本就是怎样的一个人 因为和朋友之间的讨论 还涉及到别的明星 为了避免拉踩之嫌 特地打马 没有贬低别人的意思 不要过多纠结 也不要随便联想 深深和生米之间的关系 像朋友一样是平等的 深深对支持他的人 一直都怀有感恩 他在演唱会上对生米说过 谢谢你们 没有你们的话 我就只是一个爱唱歌的 普普通通的小男孩 他和粉丝之间 还有很多温暖的回忆 在很多采访中都能看见 粉丝们都知道 他真的真的会努力 记得生米们为他做的一切 也会尽自己的力量 去回应生米们 例如对微博评论前排的 50个人做出回复 例如那首有可能的夜晚 例如每年他生日开的直播 再例如 在歌手上最后一期排位赛 突然唱了生米Q的 好运来 很多很多 他的回应 让我们每一个人 喜欢他的人都觉得非常温暖 让我们感受到 自己喜欢的人是真实存在的 而不是在一个 冷冰冰的屏幕里的精致人偶 深深是一个非常通透的人 他对生米们的引导无处不在 像什么 少管我 我没有女友粉 都是兄弟粉 不要再送礼物了 这样的明场面都表达了 他对我们的希望 希望我的生米们 也请一定要以过好自己的生活为先啊 你可以看见 他自己也在以身作则 努力做好自己歌手的本质 提高自己的义务能力 飞速地成长着 这一点可以从他越来越高的颜值上看出来 生米们是深深的 这一点可以从他越来越高的颜值上看出来 生米们是深深的底气 而深深希望自己也能成为生米们的底气 所以努力成长着 如此言行也一点一滴地影响着喜欢他的人 我喜欢深深 我想要成为像他一样的人 你问我是什么样的人 嗯就是温暖优秀且坚定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的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了点亮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频道的内容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